6月10日早上9时31分 一列和谐号动车组驶入广西柳州火车站 今年100岁的抗美援朝铁道兵任忠德坐在轮椅上 手指在不停揉搓 等待的略显交集 任忠德要等的是跟他一起上朝鲜战场 一起驾驶蒸汽机车在枪林弹雨中 为前线运送抗战物资的战友 思路公汪九亮 哎呀 我的老师 哎呀 老师傅 哎呀 你现在还好吧 好好好 现在好 哎呀 老师傅 70年了 七十年了 哎呀 这出出了 在朝鲜的时候啊 你是我们车上中年轻的一个 是啊 你在十几岁 我啊 我那个时候二十九岁 嗯 二十九岁 现在你九十多了 十九 九十 那 九十多了 正九 我那一倍了 回国以后一直等我见 Littleott 他们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张学忠都走了四十多年了 就是我们两个了 这我们两个的 veiobull muselo 在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火车司机任忠德和四路工汪九亮组成一个班组 成为志愿军897部队铁道兵团的一员 加入到前线的战场之中 在朝鲜战场上 汪九亮和任忠德多次死里逃生 其中一次从车站返回列车的情形 让汪九亮记忆犹新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俩就说赶快走 他把高射报阵地炸烧了以后 他追着我们打的时候呢 身前身后打的地下都冒土 那时候恒阳铁路局一人发个棉大衣 这个棉大衣我们俩都连滚带爬的 反正在跑搞了有起码也有20分钟 天黑了 飞机没打住我们两个 我们俩都捡了一条小命 确实那次是最危险的 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遭遇空袭 对于任忠德来说是家常便饭 期间任忠德就有三台机车被炸到报废 1952年8月 任忠德击般遭遇敌击袭击 一枚炸弹落在任忠德身边不远处爆炸 强劲的气流和震波将他抛出了十多米远 并使他翻了几个跟斗重重地摔在地上 当任忠德苏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接受紧急抢救 任忠德将近两年时间的抗美援朝篇章画上句号 任忠德赴伤回国 汪九亮则继续在朝鲜战场奋战 至此二人分别后再也未见 直至十日上午的火车站相遇 之间相隔已有70年 见面当天 任忠德和汪九亮首先参观了 柳州机务段内的蒸汽机车 从楼梯登上驾驶室 看着熟悉场景 这对190岁的司机组合 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在战场激昂奋战的岁月 这个是人老拉着的 你的拉着的 你这样啥吗 就是这样填 一我加起来 快两不少的人了 现在还能看到这个车 还能看到这个车 这个车的是老车了 在柳州机务段动车组模拟驾驶方舱 任忠德请汪九亮坐下 自己给他当起驾驶教官 百岁生日当天 任忠德已经由其徒孙丁志忠 教会开动车组 飞速发展的不仅是火车司机的出乘条件 还有火车机车的动力 从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 和谐号到复兴号 中国铁道事业在70年间迎来巨变 70年了 我们又在一块开车了 可是这是开车 不是蒸汽机车 是电动车了 这是国家的变化了 有落后的蒸汽机车 今天开着这个决汽动车 这学明我们国家了 和说发展了 首次体验动车组模拟驾驶舱的汪九亮 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是感慨万千 前路的发展突飞猛进 跟我们那个时代 那就差太多了 真是想不到这么快 我想说老师傅在活20年 我也多喝几点看看新中国的强大 是吧 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 那都差太多了 强大太多了 看见国家强大 所以现在都高兴 都想了以后啊 多喝几点看一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